因為寶寶睡前會吸地板 所以你那時候你看 你說寶寶這樣吸地板 不是,因為 你剛剛有看到它在我身上嗎 我怎麼拿去垃圾桶丟 對不對 因為我在寶寶睡前 你也不用自己撕啊 夜市不是都會養那個魚嗎 吃腳皮魚 吃腳皮魚 吃腳皮的魚 對 你至少拿個衛生紙墊啊 沒有,衛生紙在旁邊它會抓啊 而且等一下我要解釋 那有時候不是手皮 是斷掉的指甲而已好不好 指甲吃下去 指甲吃下去 對啊 很危險 可是我倒是覺得妳很純真 我倒滿喜歡妳的 是不是 就很直接啊,這樣子 正常人 又不是 如果今天是挖鼻子這樣亂彈 地上那個派哥 我覺得這個還OK啊 還滿好的 而且我最後她去睡覺的時候 我會吸地板,還會拖地 OK 對不對,所以還好吧 對,我覺得還好 芽芽有類似這樣壞習慣嗎 她不會,她潔癖算滿重的 反倒是她很受不了的一個行為 因為我們在客廳撿指甲 你指甲多硬啊 你指甲多硬啊 我的腳指甲真的滿硬的 這跟我有什麼不同 她會抓大狂耶 會,抓大狂 撿指甲如果沒有墊個東西 真的是會讓人家抓狂 對啊,而且踩到不舒服 噴飛 其實八手,如果她在家裡是這樣 剋飛 這樣 對啊 她是一個大小便耶 現在還有這種人嗎 芽芽,你有聽過什麼誇張的 那種衛生習慣嗎 其實應該是我自己啦 好喔 就是說 我本身我很膽小 我怕黑,你知道嗎 怕黑 那怕黑的話呢 我又頻尿 那妳不能看到浮力喔 太浮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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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那可以 浮力可以 好了,好 然後呢,半夜呢 就是 又頻尿,要去上廁所 所以那衛生紙一擦完 就立刻丟了就跑 你知道嗎 丟哪裡咧 丟在那個馬桶裡面 可是因為都很黑 所以我又很害怕 所以我永遠都不會瞄準 然後第二天早上起 老公就會說 妳自己來看看 整個就是兩、三坨衛生紙 而且還是用過的 全部都在地板上 那真的滿... 我倒覺得這個比較... 這個是噁心 這個就是胎哥,好不好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還OK啦 對不對 那我們投票吧 現場覺得Cindy要改的 我也覺得 要準備尿 對啊 我覺得我應該好 我要改... 對 大俠咧 你覺得需要改嗎 小改 小改 我覺得還好 他會清理啊 會吸過嘛 對不對 好的 但是我跟你講 你以為這個是什麼 這小Case而已好不好 還有更多 還要 還要有一段影片來 沒錯 我也太多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你聽機器人的聲音喔 老公的聲音很好笑 直洗瀏海 都已經久久才自己洗一次頭了 那還沒想到 我覺得你老公很享受在這裡面 你老公好適合偷拍喔 真的 喜歡耶 他以前是有拍什麼靈異節目是不是 只洗瀏海嗎 只洗瀏海 很好 沒有辦法 等一下這個我就可以解釋了 我老公他應該是想說 我快要洗完了 所以落跑 但是我沒有這樣做半套 我其實洗完瀏海吹乾之後 我會用那個... 那個什麼 乾洗髮 枕頭再噴過一次 這樣有比較好嗎 就一起洗就好了 那你剛好不起洗洗頭就好了 不是因為你可以 譬如說你敷面膜洗澡時間 是不是就是寶寶去睡覺之後 你才有這些時間嘛 對 可是我這個人很簡單 就是不是很困 就是很餓 所以當他去睡覺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困了 那我就是想要趕快 攤瓶在床上嘛 可是洗頭不難 但是女生都知道那個長頭髮 吹完頭髮很久 而且又滿頭大汗 而且吹頭髮可能會把寶寶給吵醒 所以是這樣 我就覺得我照前面那個全套的做完 頭就是不油不膩也不臭 就整顆頭跟心的一樣 為什麼要洗 三位評審認為需要改嗎 不用吧 洗頭這個部分 洗瀏海的部分 洗瀏海的部分 不用改 因為我知道長頭髮的困擾 我老婆常常要我幫女兒洗頭 我女兒的頭髮差不多到這邊 那洗磕頭 洗磕頭差不多跟打一場球差不多 對啊 誇張 因為是真的滿累的 所以我知道女生洗頭的痛苦 可是我的感覺 既然你瀏海前面都洗了 你有擦嗎 沒有 沒有 可是有時候是因為 有瀏海的人真的比較容易油 對 所以她都要先 像我女兒也是啊 每天在那邊洗瀏海 可是她後面就還沒油啊 這就是瀏海這一片雲油 對 而且吹瀏海只要五分鐘耶 吹枕頭要十五分鐘 對啊 整個頭洗下去了 那我弄下去不得了 可是我很喜歡那種 吹完然後很乾淨的上床 清爽的感覺 對 我也是 對 感覺很放鬆 然後枕邊的人也覺得 對 是香噴噴的 對 好 算了 那我不用改的 不用改啊 但是你要趕快去拿衛生紙 對啊